大家好,今天來聊聊台股高ROE高配息率的股票 也是回應網友想要知道的股票 看影片前請先幫我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也請先幫我按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可以在第一時間觀看影片 現在就立刻進入正題 今天要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股票是 數字 股票代號是 5287 公司簡介 數字 全名為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2007年 總部位於新北市 創辦人為王振宇先生 是台灣國內網路交易平台公司 旗下主要經營入口網站包含 8591 保護交易網 591 房屋交易網 8891 汽車交易網 518 人力銀行 等等 營業項目與營收比重 第一個是8591保護交易網 為國內最大的遊戲 虛擬保護交易網站之一 主要是透過網路提供線上遊戲 虛擬商品交易 並於2018年10月 將其導入香港市場 2019年的營收比例佔是23% 第2是591 房屋交易網 為國內最大線上租屋交易平台 主要透過網路提供售屋 租屋 建案 頂浪 搬家等房地產資料網站 2019的營收比重是佔60% 是數字主要的獲利來源 第3是8891 汽車交易網 主要是透過網路提供中股車買賣 與中股車資訊 數字將平台升級 推出新車交易 新版LOGO 720度 全景 賞車功能等等 打造一站式汽車服務平台 2019年的營收比例是佔8% 第4是518 人力銀行網 為人力搜尋平台 2019的營收比重是佔9% 第5其他 100室內設計 及結婚吧 以及小機上工APP 三者合計 佔2019年營收比重不到1% 體質檢視 數字科技成立於2007年 在2014年上櫃 是屬於比較新的公司 一般我們挑股票 都會至少挑上市上櫃10年以上的公司 因為10年是一個景氣循環的周期 從高峰到谷底 再從谷底到高峰 經歷了這個周期 才有辦法證明公司有能力 抵禦經濟不景氣 而不會從此一蹶不振 雖然 數字上市上櫃未滿10年 但在成立的初期 就經歷了金融海嘯 之後也順利營運至今 所以其抵禦 股災營運的人力 及獲利的人力 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數字的股本是4.26億 是屬於小型股 股本小的缺點就是容易被炒作 以及被惡意併購 數字的董堅持股比例是15.78% 這部分是在標準之上 數字過往也沒有炒作股票的不良紀錄 所以股本小也不需要太擔心 注意即可 數字整體體質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獲利人力 數字的EPS 從2013年開始就很穩定的維持在至少10元以上 去年的EPS是14.14元 創下歷史的次高 毛利率都維持在80%上下 營業利益率都維持在至少40%以上 而且逐年成長 最後精力也維持至少在36% 是相當的不錯 來看一下數字2020年第一季獲利表現 第一季營收是3.56億元 稍微優於去年同期 營業精力是1.77億元 最後精力是1.5億元 分別比去年同期成長5%及6% 三率的部分 毛利率一樣是維持在80%左右 營業利益率則是在接近50%左右 最後精力率是42% 是同期的新高 所以推升獲利向上 今年第一季的EPS是 3.56元 創下同期的新高 再來看一下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可以看到數字近5年的ROE 從2015年的27.69% 是逐年的成長 5年的平均ROE是32% 以巴菲特 挑好公司的指標 ROE在15% 就算是好公司了 數字的ROE 不僅達標 而且還是它的兩倍之多 從EPS及ROE就可以看出來 數字不僅獲利穩健 還持續的不斷在成長 數字的護城盒 主要是經濟規模 數字科技的網站 科技門檻並不高 只要有人願意拿出個幾百萬預算 組個不到私人的開發團隊 幾個月以後 就可以製造出一個一樣的網站 但是要 複製出向數字相當的使用者流量 是相當的困難 所謂的經濟規模 並不是真正的 銀收龐大 或者是 銷售通路廣布 這裡指的是 數字擁有龐大的會員 以及會員 對品牌的忠誠 所帶來的流量 由於數字 早在2007年 就切入了網路 交易平台 當年的會員 只有48萬人 但是在去年 2019年 旗下的 網站會員數 已經成長超過 1100萬了 所以對於後進者 樹立了很高的 一道牆 難以挑戰 是一條強而有力的護城河 鼓勵政策 延續10年配發鼓勵 合計發出124.31元 從2015年以後 延續至少配發 12元以上的鼓勵 今年是配發現金 12.8元 網路資訊業的身材來源就是人 不像傳統製造業 電子業 需要龐大的資本支出 來投資廠房與機台 除了每個月固定要發薪水以外 還有庫存的壓力 數字沒有什麼太大的支出 最大的支出就是 網站 伺服器 初期建置的費用 以及其後的維修費 就是賺的錢 留太多在公司 也沒有意義 還給股東 是明智的抉擇 所以有很高的配取力 可以看到數字 近五年的現金配發力 平均是100% 幾乎是賺多少錢 就回饋多少錢給股東 數字的便宜價為183元 合理價是237元 昂貴價為316元 對於高價股 成長股 我們還是採取一樣的操作模式 每個月定期定額的買進 以及 價格到達 便宜價 183元以下 在整張分批買進 這樣的操作策略 好處是 如果股價往上漲 手上已經有持股了 如果股價往下跌 還有資金可以往下買 心理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勝利才會高 展望數字今年 隨著數位服務需求的增加 疫情趨緩 經濟活動逐漸回溫 來經濟發燒 8591保護交易網 更添加成長動人 591防護交易網 及8891汽車交易網 營運也穩健成長 而香港8591等新平台 營運也神聖樂觀 今年的EPS 相信也會賺超過一個股本 我們更加期待 數字能繳出一張亮眼的成績單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 麻煩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好 的話 遜心 我們dem了 ここ階段 background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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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 fantast 按讚